5...4...3...2... 悠然觀眾大家好 欸 張先生 很不給我面子喔 我們今天歡迎 剛放完長假的張先生 張先生跟大家問好 張先生 哈囉 大家好 我先走了 Petty 你好 張先生怎麼可以這樣笑我們的 沒有 我們不是Partner嗎 好像在上Line之前 不是有些小巫婆一樣 沒有 他跟大家開玩笑了 所以 張 恩 當然今天來到 我覺得今天很不順怎麼辦 可以表演像主持人嗎 好 好好好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我們中間呢 蛤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我們中間 中間 今天為什麼會來到現場 好 現場 今天宣傳我的新書 長假 撞到作者 我撞到了 抱歉 好 現在這個open 你乖乖乖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剛剛 剛剛發生什麼事 他說你稱呼我 我就覺得他 欸 你蠻可愛的 他說等一下 我在現場 我怎麼稱呼你 然後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那你叫我張先生 不是 我就這樣打開玩笑 那我覺得張先生 效果十足 所以 不讓我朋友就是 容許我叫他張先生 跟女朋友話前 張先生 好 今天我是張先生 哈囉大家好 好久不見 我的新書叫長假 所以為什麼叫做長假了 恩 因為之前 聖任了兩三年 有比較放慢 就是一個工作的速度 那可能對外界的解讀 它就是 消失了不見 那其實就是 讓自己去 品驗一些 小生活啊 過一些小日子啊 所以這次就是 透過這本書 跟大家 想講這些 心情 所以就要長假 所以是哪些契機 讓你就是 決定說 真的要 暫時先離開演藝圈 那時候不覺得自己 是要離開啊 或是退出啊 或什麼 只是希望自己 可以 可以稍稍的 換一換 而且那時候 停的時候 也不知道說 會停這麼久 其實單純想說 去紐約 上課啊 什麼 然後就可以回來 繼續工作 那當時不是因為放假 然後聖任想說 好 那我要放假 然後之後會有這本書 不是這樣 聖任是剛好這樣 過來過來過來 然後 後來才有這本書的一個idea 所以當時想說去紐約就是 因為你有提到 可能去紐約上戲劇課嗎 嗯 表演課 表演課 然後就繼續回來 原本打算是這樣子 本來打算是這樣 那為什麼 後來是為什麼 讓你改變計劃 呃 其實裡面有一個全盤 非常精準的計畫 只是那時候想說 好我們就去上課 回來 就繼續工作 這樣 但是紐約那段時間 有改變我的一些想法 就想說 嗯 那如果要再回來 一定要 確定自己的狀態 是OK的 嗯 那 要對得起自己 之類的 有一些想法 那就 好 那我就 先不急 先不急的回來 再讓自己的狀態 調整到一個更OK的狀態 然後這樣調一調 調一調 就 兩三年過去 嗯 所以那在紐約 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除了你書上 有提到 是嗎 可以 可以 真的嗎 他應該都已經 非常清楚那一邊 廢棄的 我們可以講其他 好 那可以講一件書 沒有啦 奪門而出 好 張先生有點不配合 抱歉 沒有 因為今天 今天對 今天怪怪的 今天怪怪嗎 我 不是你的問題 好 好好好 那我是 早上起來就 先握個手好了 你好 我是張先生 你好 我是張小姐 張小姐 所以那 因為我記得書上很 就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前面有幾個好朋友都幫你寫序嗎 嗯 我覺得一個序很很有趣 就是一個 是應該是一個作詞人吧 誰 他說 關係人嗎 對 他說你有很嚴重的潔癖 你車子是不 不借朋友的 然後我好奇說這個潔癖到底是 潔癖到什麼程度 是連你的 比如說 親密的 比如說 友人 或者是家人 你也沒辦法接嗎 不會啊 不會 那為什麼你不借他呢 因為他比較髒 他都可以在書裡面說 我有潔癖 我當然也可以在節目上面說他髒了 沒有 他很乾淨 大家都可以 那為什麼不借他 不是 不是不借他 我只是當下 我說好啊 就是要嘛 我後來還是要借他 上下借就不要小氣了 沒有我覺得車這個東西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東西是 覺得蠻私密的 那現在車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 當然 要借我還是會借 但是就是 盡量不要 你真的沒車嗎 還是 我在想辦法 之類的 那所以你會乾脆prefer說 那我去接送 你還必 OK 我OK OK 了解 然後還有 你的 你的經紀人吧 也有講到說 你是很中意氣的人 然後我也想要聽說 你到底有多中意氣 很難去 今天就走一個辛辣路線 沒有很難去跟大家說 你看我是多麼重 一切 然後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那這樣也很怪 或是有沒有什麼故事 是 你就是你為你朋友做什麼事情 或家人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很感動 還蠻多的啊 我是如果 朋友 會 要我幫忙 如果做得到 都會做 那 家人就跟朋友說了 除非我做不到 那我也會去試試看 或者是 有什麼事情我看不慣 看不下去的 有一點小小的 你要講什麼 正義感 了解 所以如果歌迷朋友 今天發生 就是很重大的事情 我會啊 我會啊 我會 當然不是一些 有的沒的 然後什麼 都會去歸他們 但是歌迷有時候 他們在信件當中 或是在 啊 社群網路上面 我其實都會看 但是我 我不敢說我全看 但是我都會看 那如果我剛好看到 有些狀態 有些狀況 那我可以 說說話或什麼 我還是會 但是不常 嗯 然後書裡面也有提到說 你去紐約之後 然後你就會想 哎 會買些樣子 嗯 然後也發生很多事情 然後你多一點時間 跟你的家人相處啊 然後你就說 你自己是媽寶 是不是 嗯 那外邊 解釋一下 媽寶到什麼程度 為什麼稱自己是媽寶 就是一個聳動的表題 坐姿小 聳動的表題 沒有啊 媽寶就是 其實我承認媽寶 是因為我覺得 我每天都跟媽媽通電話 這些事情 我本來覺得還蠻正常的 但是好像 你們會嗎 不會 可是你們 住家裡吧 對啊 起來就覺得 媽拜 這種 那我們工作在外 就是 沒有太多機會 可以看到媽媽 那我也知道媽的個性 當然可能 我也知道說 現在在宣傳期啊 或在拍戲啊 那小孩是不是 身體有健康啊 是不是會累啊 那就是習慣打電話 可以發電話 說媽今天都好啊 其實真的沒說 可能 就 二十秒三十秒 但是習慣每天就會 給他一個安心的 來電這樣 所以在還沒放長假以前 你平均多久回去見媽媽一次 應該最至少都會一年一次吧 就是農業經驗 所以其實是不長教他們的 對 了解 然後你書裡還有提到說 你就是 因為你妹妹生小孩嘛 嗯 然後你就是很樂於當舅舅這件事情 對 笑很可愛 那你要多分享一下 你在家庭 我有三個 家裡有三個小孩 嗯 都是男生 姐姐生了一個 是我們家裡的第一個 媽媽的第一個孫子 現在已經 十 十一了 然後 是家裡的大哥哥 然後最近 家裡一直傳他在打 海海拳道的影片 在比賽 跟 那一天他跟一個洋人 跟一個澳洲的代表在比賽 就覺得 哇 替他驕傲 就是以前 沒有 是真的小看他長大 然後現在已經可以跟一個洋人在比賽 宣刀 可是他輸了 但是我跟他說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輸也好 因為他代表學校 他就覺得 哇 然後 很了不起 之類的 那出去 這個社會看看 才知道說 其實這個外面的社會 是一山還有一山高 那 比賽也不一定要贏 最主要是那個 體育精神 所以我都會跟他說這些 那 那是家裡的大哥哥 然後 我們一邊是說家裡的 叫張宅 這個就是 妹妹的大哥哥 那個時候很小 現在已經大歲了 早上媽媽才傳一個影片 在家裡到 在家裡 現在就處在一個 非常調皮挑戰的狀態 然後還有一個小的 一歲 我家裡現在有三個 都不是我的 但是 就都好像我的 所以他們都會聽你 就是如果你教他們啊 他們都會聽你的話嗎 大的這個當然就 就懂事了嘛 那他也知道說 舅舅非常疼他 所以他也 應該當我像爸爸一樣 那小的比較不受控 那這個小的 大的呢 我媽每天就會灌輸他 就是 看到家裡看到我那邊說 叫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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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也不會叫媽媽一些 可是有一天 他就看到 先叫了舅舅嗎 他就看到我媽的手機 我傳照片給我媽 他就說舅舅 然後媽媽去拍我看 我就很開心 我說 哇 這是一個強迫式的 教育方式 這樣他媽媽沒有很生氣嗎 很生氣啊 說連媽媽都不會叫 所以他會叫舅舅 就覺得 對啊 所以其實會 這樣就會想家 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 我就覺得 因為每次回去 他們都長大很快 就覺得 現在才這樣啊 我就變成這樣 對 所以這次長假當中 就是你覺得 非常珍惜的回憶嗎 就是你陪著他們成長 可以陪多少就陪多少 但其實一定會 不是一直在 不是一直在 但是因為在 網路世界其實 傳影片啊 傳照片 都是非常 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 感覺很遠 但其實也蠻靠近的 那你書裡面也有提到說 你小時候其實很導彈 是不是 一直到我們離家去 來看他念大學 才比較 懂事 沒有 來台灣讀大學也是 更導彈 看你一起 對啊 那時候上課的日子不多 然後 應該是說出道之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其妙就被 塑造成 乖寶寶的形象 我也沒有刻意要去 改變自己 但是剛好那個時候就是 工作就是我的全部 那我也很認真在工作 這個事情上面 然後大哥說 你看他就是 微笑王子啊 然後微笑男孩啊 然後乖乖的 憨憨的 然後好像 覺得自己就是那樣 不知道為什麼 後面其妙 就是大家就覺得 我是壞寶寶 我也不壞 但是也沒那麼快 其實我骨子裡面 還是叛逆的 還是有點任性 所以常常有這 三年的長假 說走就走這樣子 所以你回想當初那些 就是被貼的標籤 你有什麼感覺 也沒有被貼標籤 我覺得就是 當時的一些 稱號嗎 我覺得沒有不好啊 因為 尤其新人 你一定要有一個 什麼東西 讓人家記住 微笑男孩 或是 情歌王子 然後或是 R&D王子 反正你都會需要一個 開始的一個 emage 讓大家記得 然後才慢慢找出 自己的一條路 我覺得也沒有不好 它就是當時的一些稱號 因為長假這本書 後面有收錄三首單曲 嗯 然後我在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跟你之前的作品 其實風格差蠻多的 嗯 那你要介紹一下這三首嗎 這次的三首歌叫 人生有如果 偶像歌手 還有蓮華 那三首歌其實 不管是 音樂性 或者是在歌詞上 都 跟之前的不一樣 那 歌詞基本上 就是這本書想要表達的一個 濃縮精華版 其實 人生沒有如果這樣 就是一個 活在當下的 態度 也是我非常相信的 一個態度 那偶像歌手呢 就是 有一點點在 自嘲吧 就是以前的 一些 狀況啊 以前那些日子啊 可能大家看到偶像歌手 會覺得 它好像是舞曲或什麼 但是 它是一個音樂性蠻 蠻冷調的一首歌 那也是這一次當中 我自己 非常喜歡的一首 那 年華 它是抒情歌 沒錯 但是我不覺得它是一首情歌 它比較像是一個 深夜 自己在跟自己 對話 然後 murmur 的一個情緒 所以 是跟你以前的歌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偶像歌手那首歌 嗯 那所以你就是 放完長大眾回來之後 你的定位 你定位自己還是 偶像歌手 我是啊 還是 不是吧 我覺得不需要去定位說 我是什麼東西 文青 然後 作假 歌手 演員 我覺得這些都 都是角色 那 我就是我啊 其實我不需要去定位說 我是什麼 那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洞良 我不用說我是偶像歌手的張洞良 我是 演員 我是張洞良 那 有時候我是個演員 因為我剛好 前陣子我剛殺氣了一部戲 那兩個都有 我就是一個演員 那現在我就在宣傳界的書 所以之後的作曲的風格 歌曲的風格會 這一次 這一次 被遺忘的也是不同嗎 呃 因為這一次的主導權就完全在自己的手上 音樂的部分 那所以就我們一開始就很有 就是很完整的一個概念 就是想找我的一個非常好的兄弟 叫陳子操 跟他認識了十多年 一直非常欣賞他 因為他就是一個一直在 做他自己的地下音樂 然後做自己的專輯的一個音樂人 然後非常喜歡他的東西 這些人都一直希望可以跟他一起做一些音樂 但是一直都沒有實行到 那這一次就說好那我們就要一起來玩 然後再也找了管齊人 那就想說這三個人可以一起去 做我想做的東西 把我所有的想法 我想表達的態度啊 都跟他們說 我們其實都有在做 但是大家現在聽到的三首就是一部分 剛好這個書 然後適合這個書 然後我們把歌詞再回調 然後大家先錄到三首 那下來還是會有新的歌 所以之後會有一個完整的專輯 我不確定是不是會是一個完整的專輯 但是還是會有一些歌 陸續會希望讓大家聽到 那你寫第一本書中 你會 你怎麼講 就是說 你享受在這個文字創作的過程中 之後會不會繼續再做 我不敢說之後會不會有第二本書 或是第二本書是不是又十年 三年我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說 沒有這麼排斥 就是以前會覺得用文字好像不太可能 但是現在 就覺得 好像也是可行 那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 至少沒有以前這麼排斥 你書裡是有講到說 你覺得用文字成績有點赤裸嗎 其實是 這個說 因為第一 你要 寫很多的 心情 因為我不是一個會去寫事件的 發生的事發生 當然裡面有一些小事件 但是主要還是 心情跟一些感受 那你要分享到多少 我因為不是那種 什麼都 願意攤開來跟大家說的 就很難嘛 你要寫 你就寫不了 這麼長 但是後來謝謝 就是出版社啊 然後 他們也沒有給我太 太大的文字上的壓力 也沒有說我一定要寫到 什麼樣的文字風格 或是一定要 多少次數 當然有了 他們一開始有要求說 他們希望可以達到四萬 那後來呢 那後來呢 很明顯應該是沒有 所以他們也不會太去 讚你的東西 那我覺得 會讓我寫得比較放心 那也讓我寫得比較 因為我後來我不想 因為填字數據 寫太多的文字 就覺得自己有feel的在寫講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就是剛剛殺戚武士 然後那是跟 星座有關的 對不對 那就是 你有沒有比較欣賞 哪一個星座的女生 其實我的星座 沒有太大研究 我必須說 是我來台灣工作的時候 才開始發現 原來星座是 這麼被 大家 在意的一個 所以馬來西亞並沒有很多 比較少 因為現在台灣幾乎就是 欸你叫什麼名字 找到 欸你什麼星座 幾乎就是第二個問題 我會管你其他的 你的年齡啊 或者是你的工作啊 其實我之前也覺得 劈頭就問人家說 你是什麼名字 你是做什麼的 那也很乖 我每次就說 我做什麼的 跟我跟你交朋友 或跟你見面到底有多大的關係 但是我的星座還蠻合理 因為大家對星座都有一些 既定的了解 然後射手座應該怎麼樣 啊 處女座應該怎麼樣 當我知道一個陌生 你剛認識你 來拍幾乎 你是不是射手座 處女座 我不是 我隨便說 可是我發現我跟人家說 我是射手座 然後女生都會 蛤 其實都會相信我這個表情 你是射手座嗎 對啊 我是射手座 我真的嗎 哦 哈哈 因為就是 跟女朋友很 就是 對你的感情 生活 也是蠻好奇 你沒有寫啊 看不到吧 第85頁 大家拿火燒 我想說 奇怪我已經看得這麼認真 根本就沒有 85頁 剛好叫 不著痕跡 有玄關 燒燒看 亂講了 還真的燒 沒關係燒壞了 是奶奶 還是你自己有沒有比較喜歡哪一種個性好了 不要說星座 個性 我覺得個性比較實際 因為星座你可以是同一個星座 但是也是有800個不同射手座啊 我真的是真心將卻的 就像我就覺得我不太像射手座 個性啊 還是要經過相處 當然我可以說好 那要 開朗 那要 可以有多 獨立 思考 還有 生活 這樣 但是他可能還是會有一些 好這些我想要他都有 那他可能還是會有一些小小東西 可能是 我不想要的 就是我覺得他不是買東西 他不是好啊 這個這個這個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這個我不要這個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規範 不要去規範 那遇到了 有感覺的 那合得來了 就 相處看看 那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一段關係一定是互相配合 不是 不可能是一個人完全在配合一個人 除非 這個人 愛這個人 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願意犧牲一切來配合 那可能性也有 但是我覺得一段健康的關係應該是 比較平常 在互相配合 那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他的缺點 都應該變成有點 這樣才是對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比較開朗的女生 然後比較獨立的女生 當然 會比較受你的 就是會比較吸引你就對了 對 了解 然後我是比較一個 我是比較屬於靜態 如果一直要處在一段 講話 講話 或者是一直處在一個很 一直要必須很高抗的 我也會受不了 我是希望 一段關係 有一個空間是 好那你在 我在 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就好 不需要一直去 呵護你 一直去關心你 一直讓你知道 我很care你 那一種環境 那如果之後有好消息 是為公開嗎 我會出一本書叫好消息 所以 上天這有點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嗎 嗯 說到這 可以啊 很多人在看的 可以啊 如果出版社願意的話 我ok 然後圖呢 打開又是空白的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 今天真的有好消息 它就是個好消息 但是如果還沒有走到 好消息的那個階段 我覺得 它比較屬於那一塊 是我希望 默默經營 然後 不希望 有太多干擾 狀態 你也不希望就是讓 一些 只要外在的聲音 來破壞這段感情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有的在打仗 好 口好渴 哈哈哈哈 緊張是吧 嗨 我又忘記了 等一下我就說了 你可以看到 沒關係 不用 所以就是 反正就順情自然就對了 對 順情自然 那公司有什麼規定嗎 沒有啊 現在 新人嘛 我覺得可能會去做 敬愛令啊 所以當初有被敬愛 沒有 當初也沒有 公司巴附得 我有 談戀愛 但就是沒有 對啊 因為其實可能 出道 就是 休息之前那些日子 因為我的個性 比較不會是 有很多花篇新聞啊 或是有些 很有的美的 那 可能對一些 媒體的版面來說 就會是比較 無聊的音樂 你知道 也不會被偷拍到 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快樂都拍它 我是覺得沒關係 我是覺得沒關係 我也不太在意這東西 但是 一定會有一些 呃 人覺得 我是比較 無聊的 就沒有新聞性 對 我覺得OK 所以 那時候公司是 你去 就認識人嘛 你就 那種 談戀愛笑話 所以他們那時候 多喜歡談戀愛 但就是 都沒有 你自己不集結 還是就是沒有 我覺得我的個性 是在工作的環境 我比較 就是工作 那今天我在工作 遇到的人 就是 那就是同事 就是媒體 那種歌迷啊 那種 所以就是 會有一些角色設定 那很難 去跳脫這些角色 然後會有進一步發展 或什麼 所以工作的環境 太可能 所以你就是分得很開 工作的這些人 他是進不了你的私生活的 可以啊 我也因為工作 認識了一些朋友 但是這些朋友 當然可以進來我的生活 但是 進到感情 生活又是 另外一回事 又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小食有點怪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那也是這個小食 剛好大家看到這個小食的我 可能因為今天早上起來 的確我不太舒服 我現在有些熱熱的 可是我覺得 這就是這個小食的我 那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 可能不是你預期的交通 然後那就是這個小食的我 那那就 我就比較真誠的這樣 出來 你確定有多不及嗎 有啊 有 就可以今天嘲笑我沒關係 我沒有嘲笑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都不是嘲笑 你的一個態度 開玩笑 好 好 放鬆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 我一直都很重 網友的問題 好 好 尖銳的來囉 網友都比較尖 還好 現在大家都蠻nice的 好啦 先問一個好了 有一個叫 加加Cindy 怎麼樣 然後還有其他兩個網友 也問了一樣的問題 他說在台灣演出到十年了 什麼時候計畫開巡迴的演唱會 然後何時開啟內地的宣傳 那一個宣傳我希望 很快啦 我還是在爭取的部分 因為這次打輸嗎 畢竟這次是輸 然後可能在鋪排上 跟以前做唱歌 比較不一樣 然後會還是有些手續 但是希望內地的朋友 不要覺得說我就是放棄 或是忽略大家 其實包括我自己還有身邊的團隊 大家都在爭取這一塊 但是給我們一點時間 希望很快可以帶著我的書 還有我這三首新歌 如果我可以做到 不管是時間要去多少 去多少地方都願意 但是是有一些手續上的事情 所以大家再等我一下下 那群演這個事情呢 其實這一次的音樂風格 我也相信是如果帶著live band 也是我現在當一個歌手想做到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表演 那慢慢都有一些表演的機會 我希望是 比如說之前我在馬夏園 唱台灣的文學之夜 也是用live band 然後下來回去 也是有一個電台台慶 那也會有一些特別的表演 就是現在我只要是有機會可以表演 我都會希望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態 那台灣現在的狀況就是 目前就是三場的簽書會 那我們做了兩場 那三十號在高雄還有一場 在夢時代的強評 下午三點鐘 所以僅此於簽書會 那希望之後吧 如果有安排到一些live的表演 我也是在努力當中 所以大家再給我一些事情 好的 那下一題 有一個叫唯有內洞洞會的一個 這樣我真的很難記得 你還是取 取 可能在有創意 你知道 然後呢 他就問說 強加這個書手 真的會在內地什麼發現 這個問題我只能跟你說 就是有在證據 對 有在證據 是很困難嗎 不是啦 我覺得 有他的通路嘛 那是 這件事情可能是在我的 控制範圍以外 所以 但是我知道公司 有在努力當中 所以 再給我們一點時間 嗯 那還有另外一個 我問 就是說 想問你 下一張專輯是什麼時候 這網友是 漠然想略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還要繼續在 一年一張專輯 或是 做專輯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 其實大家聽歌的方式 不一樣 這個市場的消化方式 也不一樣 我 我想要比較新的態度 去 去經營自己歌手這個角色 那 他是不是一定要 一直都是專輯這樣子 的方式 跟大家見面 我覺得不見得 但是我 承諾大家 我一定會持續保持 有新的音樂作品 那像這次就三首歌嘛 那可能之後 我不知道 又是一個單曲 或是又是一個EP 因為我希望我自己認真做的 每首歌都可以真的被大家聽到 因為做專輯其實很多時候十首歌 然後主打就拿了兩首 你知道 可能一年下來就一直唱的兩首 其實每一首都像自己的小孩 所以都希望每一首都可以被聽到 所以我覺得他不一定要是專輯 那 但是他一定會一直有新的音樂作品 那可能大家可以自己在家裡 三首兩首一首和冷龍自己自己做專輯 對 也是一個方式 但是我會一定會有新的音樂 好 所以各位朋友也不要太沮喪 不會虧待你們 會 然後有一個網友叫陳他 他問說 放長假的時候 你就是有去旅行嗎 所以有沒有最 最喜歡歐洲哪個城市 Floris 為什麼 就是 就是一個感覺 然後一個 因為Floris就是 沒有羅馬這麼的 煩惱 然後有比較多 空間是 可以比較輕鬆的 那 就喜歡那邊的感覺 Floris 然後 就是步調很慢 對 那跟馬來西亞比 馬來西亞的步調是慢的嗎 馬來西亞當然比較慢 那 可是歐洲有一種他們獨特的 過生活的方式跟節奏 是亞洲城市比較沒有 那不是快慢的步驟 那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去那邊一陣子 但是如果說我要在那邊 就一輩子 我覺得我也不OK 所以 是不是太無聊嗎 也不是太無聊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生活態度 對 建剛提到馬西亞 因為 我想問說 因為你書裡面有說你回到馬西亞 你是回家 但是有路人或是說歌迷在路上遇到你 就問說 怎麼會在這裡 那你有心理的感覺 明明就是回家 但是 沒有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就應該要一直在外面吧 然後每次被問就會 就會先敷衍說 對阿對阿 對阿 這兩天剛好在這裡 這樣 被問一次兩次三次 有一次就一個女生問我 我就覺得 我說 其實你為什麼會問我這個問題 他說 沒有阿 他說就 很難得在這邊看到 我說 對阿 其實通常 要是不工作的話 我都是在馬西亞 他說 喔 是的 我說是 所以 所以 他就 那我了解 我說對阿 所以我就是馬西亞 所以你那時候有覺得 有點感慨嗎 還是 沒有感慨 只是 我覺得可能大家 的生活 不一樣 比如說像我知道 像靜吳阿 Gary阿 品冠 他們基本上 都已經是辦人 導人 嫁著嫁去的去呢 然後 他們的生活重心 家裡 小孩 都在這 其實他們工作不工作 基本上都在這 那他們都回馬來西亞 只是偶爾回去看家人 度假 或什麼之類的 那可能他們覺得 我的方式也是這樣 但其實從出道到現在 我只要不工作 我都還是會習慣 是待在馬來西亞 可能因為那時候 工作的時間長 那不工作的時候 我比較少 所以我少在馬來西亞 但是這兩三年 我幾乎都是在休息 所以我基本上 都在馬來西亞 當他們一直看到我 所以他們覺得 欸 他為什麼又在家 又在家 那你有說 你在休息 還是就沒有 我就說 對啊 我就說我在這裡 我在家 那你 你有沒有想跟 馬來西亞的家人說什麼 因為你有回來了 沒有什麼 通常都在電話裡 都說 所以還好 好 再讓我不知道什麼 之下去 不會 就開 好 就是 喔 我也希望你現場唱歌 欸 演言 Niche 可以嗎 三首歌 還是 不要是不是 他拒絕你 可是我拒絕你 不是因為今天真的 不太舒 然後這一次的歌 其實清唱真的很 很奇怪 我可以 我可以試試看唱 好 唱一下 人生沒有一個不好 繁忙的大街 沒表情的臉 我活在今天 跟回憶纏綿 迷路的少年 已經學會突寫 是不是有點 我覺得這次的歌 是因為我們 真的是比較 就在音樂性上 那 甚至我們都覺得 Vocal 它 可以在比較 這樣講的大家聽不懂 我們要抽象 比如說 前面後面的位置 但是其實 會希望大家在聽歌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聽到 吉他的聲音 然後聽到 哇 那鼓的旋律 那吉他的聲音 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這次的歌 是 整首這樣聽 才比較可以全時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去聽了 或者之後 如果真的有些 Live表演 可以有機會 叫大家聽 所以在製作這三首歌 成就感 是比之前更大的 是不是 這次非常好玩 在錄音過程 其實 是這些年 錄音下來 都最爽快的一次 然後 每一次的錄音過程 大家都在 然後大家都一直 有新的idea 然後 從老婆花 然後每一次他們 在錄樂器的時候 我都會在 是非常好玩的 也非常期待下來 再做很多新的歌 所以之後 如果你巴登姐 跟同樣的一群人 都做 目前 應該是 但是 不會就是 永遠這樣 但是 會再玩一些 東西 所以 你剛有提到說 你 去了兩場的簽書 不會嗎 嗯 想說跳回去出 那你有看到 一些老面孔嗎 一些歌迷 有啊 他們很多 都有來到現場 那感覺是 就是像他老朋友一樣 然後他們看到我 你們平常 你都在聯絡嗎 就是現在其實你說 有聯絡 也不完全 那你說每聯絡 大家都會在 社群網路上 關心著你 或者是 在跟你交流 所以 都不陌生啦 那 就是大家還是蠻 溫暖的 就是 可以在公開場合 這樣 教大家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 張先生 謝謝鄧梁 抱病 然後還來紅中 也沒有抱病 其實我現在不太喜歡說 自己生病 因為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 難免有時候起來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不舒服就是 沒有關係啦 就是 沒有 因為我不想再 就是 讓大家覺得 然後你這樣一講 然後大家都會在你的 就是 粉絲專輯說 你保重啊 你還好啊 對 我不想 我不是要去引起大的 這個 關注 因為我覺得 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可能氣候轉變 然後可能鼻子過敏 一些小小的狀況 所以大家 OK 怎麼樣 只是小狀況 我剛剛發大了 抱歉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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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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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